嗨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们把这个商店里面的造型 全部都买光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至少我玩这个游戏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商店每天都在给我刷这个造型 让我买 然后我一直都有过这个想法 如果我把它全部买光的话 商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买一下 这个是最后的两个造型 应该是 我已经把其他造型都买过了 所以这个商店只会给我刷这两个造型 所以我现在把它买掉 这个黑鸭 这个金 五位熊尼塔也买一下 69宝石 看看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这个造型就消失了 就再也没有造型了 我现在准备等一天 看看明天这个商店刷新之后怎么样 还欢迎来到第二天 这个商店已经刷新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变化 造型消失了 就我的商店已经没有造型了 就只剩下这个乱斗图件 里面可以买一些表情 但是我不是很想买表情 但这个所有造型都已经搜集了 我已经没什么可以买的东西了 但他还是会给我推这个金币礼包 金币礼包看起来有点亏 我不是很想买 那么这一次这个废片 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拍的 我们可以最后展示一下我的收藏 新东西39-39全搜集 稀有造型49-49全部 全部都有 稀有造型一般是都有卖的 然后超稀有造型 应该是退出之后都会出现在这里的 然后有一些遗憾的东西 就是可能一些稀有度比较高的造型 会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买 虽然搜集进度会给你显示 比如说这个实时造型 它是165-165 但是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造型 我记得是节日的时候买的 然后如果你错过的话 就买不到了 但是它也不会跟你说 你差那么几个造型全搜集 比如说这个165-165 应该是全搜集的 但是好像差了一点点 什么节日的什么造型 可能我以前错过了 没有买之类的 或者说最近的万圣节造型 我是没有的 在这个神话造型里面 虽然显示我全部搜集的 但好像我知道我是没有买 那个魔女雪莉 新的魔女雪莉和白狼里昂的 所以这有点遗憾 那么总之我能买的都买了 祝你们天天开心 拜拜